将想要独占南极的组织消灭后 郑太郎他们将要返回日本 不过实际上虽然摧毁了敌人的基地 但是主力部队已经逃脱 为了报复郑太郎他们 出动了鱼形状的清水艇 将郑太郎他们的船继尘 国陣基地收到了福岛博士船上的SOS救援信号 郑太郎他们全部落水 而铁人28号也被鱼形状的清水艇抓了起来 郑太郎无法用遥控器操作 还好国陣部队的救援及时 不然就都冻死了 敌人打算把铁人分解 没有铁人的干扰 敌人立刻出击进攻国连 铁人不在啊 这凭借国连自己的防御力量不是对手 大量的防御设施和建筑被摧毁 郑太郎从敌人那里得知 是他们带走了铁人 而现在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本来以为铁人卡在冰山里 竟然在拆除中啊 那怎么也要试着动一下 结果敌人拆的时候居然没有捆上 让铁人28号成功逃脱 看到铁人回来 敌人发射延误随后立刻撤退 而敌人这边虽然让铁人成功逃走 不过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 通过扫描了解到了铁人内部的构造 打算复制一台铁人28号 国连军这边援军已经到达 铁人28号护送援军入港 敌人如同预料的一样 前来阻挠 还好铁人再破坏了敌人潜艇攻击武器 特意没有干掉敌人 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基地 郑太郎他们乘坐潜水艇偷偷跟上 虽然中途跟丢 不过也找到了敌人大概的位置 而敌人基地新的机器人已经开发完成 在国连开始攻击敌人基地的时候 新机器人也出战 双方不断的撞击 敌人的钩子武器可以勾住铁人甩飞 不过还是被铁人扔到了山上直接挂掉 看来敌人的装甲厚度还是差一点 干掉敌人的机器人后 发现了他们的基地 直接全部摧毁 最终引爆火药库 彻底摧毁基地 南极的和平再次到来 南极事件完结后 那必然有新的时间 日本的补兴船队返航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海贼潜水艇的攻击 敌人没有任何谈话的意向 海上安保厅也接到了求救的电报 不过因为出事的地点太远 现在救人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拜托铁人28号前去救援 海贼搬运了货船的全部财产 连水手的钱包也不放过 海贼离开前还给船队开了一份收据 留下了七大洋的帝王 黑王的名字 并约定明年还要抢他们 黑王只是抢劫财物 不抢船也不伤人 就是为了让他们明年再来 方便割韭菜 这将可持续发展 黑王拥有庞大数量的潜水艇舰队 飞机弹药的数量也不少 这时正太郎和铁人也追了上来 潜艇部队立刻用导弹发动攻击 不过没有任何效果 即便舰队潜水 正太郎也可以使用超声波追踪 但是潜水艇有扰乱超声波的装置 摆脱了铁人的追击 没办法正太郎只能撤退 普京船队并没有满足黑王的胃口 黑王出动了水下坦克登陆港口 攻击舱库 看守港口的警员立刻报警 战坦狼接到电话后再次出发 在潜水坦克细节舱库的时候 自卫队赶到 不过他们的攻击 无法对水下坦克造成伤害 这时啊 铁人28号也终于到达港口 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潜艇坦克 黑王看到战斗不力 再次用扰乱超声波的装置 铁人因为干扰不好控制 黑王再次成功逃脱 海贼们在海上不断地抢劫 联合国的联合舰队也开始围剿海贼 但是也被潜水舰队 并自动跟踪鱼雷几尘 大中处长接到了举报 有人以极低的价格 大量销售鱼雷罐头 很明显啊 就是海贼洗劫的货物在变现 他们将国外抢劫的货物卖到日本 再把日本抢劫的卖到国外 大中处长叫他们进行下一笔交易的时候 利用监控找到了海贼隐藏的地点 别墅只是伪装 不只能够防御手雷攻击 还能潜入地下 最终依靠铁人28号 封破了别墅的大门 但是别墅内部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使别墅出来了笑声 原来海贼早就知道被监控 提前乘坐潜艇离开 大中处长这次计划失败后 黑网再次对运钞车出手 用大车套小车 一辆大熊货车在弯道的尽头等待着 并将运钞车带走 面对海贼 会议中所有人都没有办法 而郑太郎提出了使用幼儿的策略 用一艘载满假金条的豪华邮轮 从日本起航前往美国 当幼儿船离开港口前 破解了敌人的扰乱超线波装置 这次的铁人28号操作不会再失灵 幼儿船在前往美国的途中 海贼潜艇固然出现 一般的武器根本无法对铁人造成伤害 自动跟踪雨雷 也被铁人引导攻击到自己的潜艇 黑王的潜水艇被干掉 不过这时又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型潜艇 他们救走了黑王 幼儿船成功到达美国 大众署长和雨村在美国调查海贼的情报 署长在吃饭的时候发现了可疑的人 原来这里是海贼的秘密基地 大众署长也发现了前往地下的入口 在门口中听到了原来这个基地属于黑王的哥哥 刚刚可疑的人就是黑王的手下 在传达黑王战败的消息 因为老鼠大众署长受到惊吓 被海贼发现 随后被抓住 雨村在会合的地点没有等到署长 在寻找的过程中 与被抓起来运送的署长擦见而过 恰巧是到了署长写的救救信 他立刻把署长被抓的消息 告诉了郑太郎 一晚海贼把大众署长沉船的时候 沉船的笼子恰巧砸到了章鱼 被砸的章鱼对笼子进行攻击 让署长逃了出来 在署长打灯求救的时候 铁人和郑太郎正好到达这片海域 大众署长成功获救 雨村这边打昏了黑王的手下 获得了据点的钥匙 得知敌人正在打算建造新的海底潜水艇 大众署长这边也不是白白被抓 得知了美国基地这边的司令是 两个弟弟一个是黑王 另一个是世界上有名的发明家 黑套A这名字起的 这是要打呼喊吗 三兄弟正在建造新的潜艇 村雨也潜入了敌人的工厂 联络郑太郎将敌人最新作战计划 袭击宾松附近的新干线 通知了我房 不过在通信的时候被敌人发现 黑王在新干线拉了一条轨道 把新干线装进了潜水艇 将郑太郎有所防备 不过敌人行动太快 并且留下了水下坦克钻后 再加上这次行为艇 有新的干扰信号装置 海贼的作战再次成功 如果日本政府 想要新干线的500名乘客 安全回来 只有一人付给海贼 1000万日元才会放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